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你们好 鸽子后龙配对以后 还有一项工作呢 我们必须要做 对鸽子呢 承担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环节 朋友们一定不要忽视 就是给鸽子 加胃保健砂和贝壳粉 让它们补钙 补矿物质和微量瘀素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有些朋友呢把鸽子往笼里一挂 和龙配对了 就万事大劫了 弄点水弄点粮食就不管它了 千万要不得 我在这里呢 郑重的提醒一下朋友们 保健砂和贝壳粉一定不能忽视 你不要怕麻烦 如果你这项工作不做 嫌麻烦 极有可能你辛辛苦苦 花了精力 让他们和龙配对 看下了蛋 极有可能会出现马可蛋 一旦那个鸽蛋上面有麻点的 肯定是要救气的 像那样浮出来的小鸽子 本身就是要健康的 像那样的鸽子 你想它能取得什么成绩 那是贴方夜产 仰来玩的是无所谓 如果你正式的拿去打比赛 肯定从每个细节上 要管理到位 能够做过 千万不要错过 也有些朋友抱着侥幸的心理 我赖哥的我也没为保健砂呀 他产的蛋不是马可蛋 那不是马可蛋千好万好 如果是马可蛋 你这段时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 朋友们看啊 都在吃保健砂啊 不要怕马盘 我都是坚持像这样做的啊 你给他里面放一点 保健砂和贝壳粉 刚才我放进来的时候 他们全部都在吃 你看 他也在吃 因为这个保健砂 尤其是这个贝壳粉 对鸽蛋蛋壳的形成 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你的保健砂和贝壳粉 这些矿物质呢 你补充不到位的话 以后鸽子产蛋 就会出现马可蛋 还有呢 薄可蛋 什么叫薄可蛋 就是那个蛋壳呢 是很薄很薄的 一碰就碎 还有一点呢 我还要提醒一下朋友们 鸽子刚刚后能配对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尽量点着灯光啊 最少点几个小时 亮着灯 一个促进他们配对的进度 还有一个呢 也能补充一点光照 朋友们 整个后能以后 有很多的细致工作 等着我们去做 你做了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